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成见许夫人王室有孕在身 看起来和自己妻子的缘分差不多 就说道 若是一家一子一女 长大后就结为夫妻 若是两个男孩 就结拜兄弟 若是两个女孩 就结为姐妹 许兄意下如何 张成的话正是许人外所想 许家和张家虽同为生意人 但张家的家大业大 不是许家可以比的 他家的生意全依仗着张家才慢慢的做了起来 如果两家世代交好 对许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许人外听了张成的话 虽然心中欢喜 但还是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说自己家的条件配不上张家 如果结为儿女庆家 恐怕是高攀了 而张成是个实在人 只让他说句利索话 其实 许人外只是谦虚一下 他怎么会不同意呢 二人就在酒桌上把这事初步定下了 就等着孩子生下来再说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张成的妻子先生产 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张成夫妇高兴的何不拢嘴 心想要是许家生个女孩 以后就是他张家的人了 不出所料 张成妻子生产后一个月 许人外的妻子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张家立刻就拿着品书和礼品去了许家 两家人交换了定亲信物 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 许人外给女儿取名许芳芳 夫妻二人对这个女儿是疼爱有加 捧在手里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徐芳芳从小就是一个美人披子 她妇如宁之 眉眼如画 一笑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许人外两口子对这个女儿是百依百顺 她叫打狗绝不打鸡 她叫上东绝不上西 许芳芳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 不过她并没有养成浇灌跋扈的性格 而是一个知书达理 温柔娴淑的女子 人没有十全十美的 要说许芳芳有什么缺点的话 那就是说一不二 自己认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许芳芳长到十六岁的时候 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模样犹如仙女下凡一般 虽然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但她貌美的名声在整个县城是家喻户笑 很多男子都想一睹她的芳芳 这年元宵节 许芳芳带着丫鬟小翠去灯会上游玩 全城的男子听说许芳芳要出去看灯 早早的就来到许家大宅子外面 等着许芳芳出门 傍晚时分 就有一顶大红花轿从许家宅子里抬了出来 轿子后面跟着丫鬟小翠 轿子一路来到灯会上 众男子一路跟随 场面极为壮观 来到灯会之后 许芳芳从轿子里走出 丫鬟小翠赶紧就扶住了她 众人争先恐后的往前寄 为的就是看上一眼全城第一美女 因为围观的人太多 很多人个子矮得根本看不见 那些人就爬到树上往下看 看到许芳芳都惊为天人 许芳芳的未婚夫张家宝只是与她有婚约 但不曾见过她的真容 她也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元宵灯会 想看看自己的未婚妻到底是何等美人 张家宝和许芳芳的婚事只有两家人知道 外人并不知道 张家宝的几个朋友见到许芳芳后 就跃跃欲试 说今生若娶这样的角色女子为妻 也是死而无憾了 只有张家宝没有发表意见 而是偷着乐 元宵灯会之后 很多男子都对许芳芳念念不忘 十人就有十二人得了相思病 全城的青年才俊纷纷上门提亲 许原外只能婉言拒绝 张家宝见过了许芳芳 心中就再也无法平静 一是因为被她的容貌所震撼 二是因为全城的男子都对许芳芳想如飞飞 她想要快点娶许芳芳进门 免得夜长梦多 大年初六张成就到外地做客去了 要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张家宝虽然着急 也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行 于是就天天盼望着父亲回来 两个月终于熬到头了 张家宝把张父亲张成盼了回来 可他还没有来得及与父亲说自己的婚事 就有官差的人把张成抓走了 张家陷入恐慌之中 原来有人状告张成官商勾结 私卖食言 倒卖官粮 投机倒把等实相罪名 他们不仅抓走了张成 还没收了张家所有的财产 张成是被竞争对手诬陷的 他们是要置他于死地 许芳芳要父亲拿钱去营救张成 但许原外怕自己受到牵连 就和张成撇清了关系 许芳芳觉得父亲太不讲情意 就与父亲大闹一场 可也是无济于事 张成在牢中欲结成疾 不久就病亡了 他的妻子李氏得知丈夫死讯 也在家中上吊自尽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 张家就家破人亡 曾经富贵之家如今一贫如洗 张家宝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也就没有心思再去想儿女私情了 他想这门亲事肯定是要黄了 张家家败之后 许原外就动起了心思 他跟夫人王氏商量给女儿在密良园 王氏心地善良 重情重义 觉得这样不厚道 对不住死去的张成两口子 毕竟人家以前没少帮他家 许原外却说道 如今张家一贫如洗 女儿嫁过去就等于掉进了火坑 再说了 如果和张家结亲 恐怕还会被人盯上 到时候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王氏一听有些担心 就没有再劝阻丈夫 一日 城里首富王百万派人来许家提亲 许原外喜不自胜 能攀上王家这样的大户 他做梦都不敢想 如今人家来提亲 他自然是求之不得 就想要答应 可王氏却悄悄地拉拉他的衣角 许原外自然明白王氏的意思 他是怕女儿不同意 要先与女儿商量才行 因为许方方的脾气倔强 如果他私自答应 到时候怕不好收场 许原外把提亲的人打发走了之后 就让王氏去告诉女儿 说王百万家来提亲了 谁知许方方听了说道 我已经和张家公子定了亲 今生今世绝不会再嫁他人 王氏知道女儿的脾气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就去告诉了丈夫 许原外一听是火冒三丈 说道 婚言大事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怎能让他胡闹 王家是城里的首富 王家公子也是风流倜傥 那一点不比那张家宝强 嫁过去委屈不了他 这妇女俩都是一样的脾气 谁也不肯让步 王氏只能在二人之间周旋 劝劝丈夫 再劝劝女儿 就这样过了十来天 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再说那王家公子 也是一个多情之人 自从在元宵灯会上一读 许芳芳的仙姿之后 一直念念不忘 整日的茶饭不思 因此王百万就让人去许家提亲了 可等了十来天也没有许家的音讯 于是又派人去打探消息 许芳芳知道王家的人又来了 就走出闺房来到客厅 对来人说他早已定下婚约 让王家公子另一家园 许原外一听 废都气炸了 但也没有办法 王家的人回去把许芳芳的话说给了王公子 王公子一听差一点晕厥过去 他发誓这辈子如果娶不到许芳芳 他就要出家当和尚 吓得王百万夫妇赶紧相劝 说许芳芳没有成亲就有希望 等等再去提亲就是 每天都有去许家提亲的 个个都是非富即贵 许原外想为女儿选一个良婿 可许芳芳以死相逼 她也不敢擅自做主了 许芳芳知道父亲想毁婚 她怕时间长了会出什么差错 于是就让丫鬟小翠去找张家宝 让她来许家商量成婚事宜 张家宝如今落魄 连小鬼都绕到走 许芳芳却信守承诺 这让她很是感动 可她如今一贫如洗 怎么有脸去许家提亲呢 小翠从包袱里拿出一包银子 足足有百两之多 对张家宝说这是小姐的私房钱 让她去置办一身行头 然后去许家提亲 张家宝接过银子 谢了小翠 就去城里的绸缎装做了一套新衣穿在身上 然后就去了许家 许芳外见到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但爱于女儿 她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下了这门婚事 定在三月后完婚 许芳外虽然答应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家宝 但她心中依然有自己的小九九 她想 让女儿嫁给张家宝过一段苦日子 到时候受不了苦就与张家宝和离 凭着女儿的相貌 依然可以嫁个好人家 张家除了有一座空壳大宅子外 就什么也没有了 王氏怕女儿受苦 就与丈夫商量让张家宝入赘到许家 这样家中的生意可以交给她打理 他们也可以安享晚年了 女儿也不会受苦了 可许芸外主义已定 当然不会同意 很快 即日到来 张家宝就找了一顶轿子把许芳芳接到了家里 许芸外只给女儿陪送了几套衣服 还有一个随嫁丫头小翠 王氏心疼女儿 悄悄地把一些碎银子和几样首饰 放进了装衣物的箱子里 张家家图四壁 亲戚们也和他家划清了界限 因此张家宝也没有白酒席 小翠做了一桌子菜 打了二两酒 二人就算成亲了 新婚之夜 张家宝向许芳芳表真心 感激她的不离不弃 说无论贫困或富贵 这一辈子只爱许芳芳一人 宁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许芳芳听了张家宝的话 很是感动 说道 你我今日结为夫妻 我会一生一世 忠于你一人 直到白头 夫妻二人苦中作乐 新婚之夜缠缠绵绵 恩爱有加 张家宝以前是读过书的 只是参加了几次考试都没有中 那时候家中富裕 做一个商人也不错 屡屡受挫之后就放弃了考取功名 如今家中没有分文 要东山再骑也不太可能 改变命运的捷径只有读书 在许芳芳的支持下 张家宝重新捡起了书本 日夜苦读 许芳芳 把出嫁时 带在身上的首饰 都拿出去当了 换些钱买你念度日 生活在苦在难 她从来都没有一生抱怨 时常宽慰丈夫只管好好读书 其他的事都交给她 没有过不去的看 家有贤妻就是福 有许芳芳这个贤内助 张家宝什么心都不用操 只管安心读书 眨眼一年过去了 当首饰的钱已经花完 家中已经无米下锅 小翠心疼许芳芳 就说去找她家老爷要些银子 可许芳芳却说人穷之不短 不让她去 小翠气得没法 就埋怨姑也只知道读书 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她也不管 许芳芳和小翠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深厚 早已私下结为干姐妹 许芳芳知道小翠是心疼自己 也不怪她 她打开陪嫁的箱子 想拿两件衣服去当了 谁知 却从衣服里抖出了一包碎银子 和几件首饰 许芳芳一看就知道是母亲偷偷放进去的 不由的眼圈泛红 张家宝连续苦读两年 把以前丢了的知识重新装进了脑子里 第三年科考的时候 她告别妻子就去了京城赶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张家宝两年的苦读没有白费 也没有辜负许芳芳对她的辛苦付出 居然高中状元 张家宝高中之后 就做了本地的知府 整个县城的人都说张家宝之所以有今天 和许芳芳的不离不弃 默默付出是分不开的 二人的爱情故事也传为美谈 皇帝知道后 封许芳芳为四品告命夫人 张家宝做官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补办了婚礼 许芳芳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大家都说她有眼光 许芳芳也是愧疚不已 带着后礼上门参加女儿的婚宴 张家宝知道自己家道中落实有人陷害 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终于收集到了完整的证据 把参加陷害她家的官商都抓了起来 打入死牢又追回了自家的财产 张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 穷在闹市无人问 父在深山有远亲 张家如今有钱有权 哪些亲戚朋友们都一窝蜂的围上来搭解 张宝珊如今是春风得意 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许芳芳时常提醒她不忘初心 一日 许家来人说许芳芳病重 许芳芳一听父亲病重 就赶紧带着丫鬟小翠回娘家去了 许芳芳看到女儿回来 病就好了一大半 住了几日 许芳芳的病就完全好了 王氏说丈夫是心病 就是想女儿了 说让许芳芳多住几天 好好陪陪她们 许芳芳是个孝顺的女子 想到自己出嫁这几年都围着丈夫转了 冷落了父母 心中就很不适滋味 于是就决定留下来多住几天 许芳芳怕丈夫担心 就让丫鬟小翠回去给张家宝说一声 顺便给她带来两身唤喜的衣服 小翠就匆匆的往张家赶去 小翠回到张家天已经黑了 宅子里的大门也关上了 小翠就敲门 可敲了好一会 也没有丫鬟婆子过来开门 小翠觉得奇怪 就大喊丫鬟的名字 喊了好一会 大门才被打开 可开门的不是丫鬟婆子 而是张家宝 小翠见她一脸疲惫 身上仅穿了一件内袍 好像还穿反了 小翠顾不得多想 就问张家宝丫鬟婆子都去那了 张家宝无嘴打着哈欠说 丫鬟婆子们都告假回家了 她也落得各清净 就早早地睡下了 问小翠这么晚了回来干什么 小翠说小姐让她回来说一声 她要在娘家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要她好好照顾自己 并给小姐拿两身换洗的衣服 张家宝听了面带喜色 说道 娘子费心了 你回去告诉你家小姐 让她放心在那里陪父母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翠答应着就回自己房里睡觉去了 说明天早上再回去 张家宝见小翠回来房里 她也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里 张家宝和许芳芳一向浮起恩爱 如交四期 二人已经分开十来天了 张家宝应该十分想念许芳芳才对 可小翠告诉她小姐要在家住一段时间时 她看起来很开心 小翠就觉得不对劲 她又想到小姐在的时候 张家宝也没有早睡的习惯 如今她一个人倒是睡得这么早 她起来开门时 那衣居然穿反了 小翠躺在床上 越想越觉得蹊跷 于是她就悄悄起床 躲在了张家宝卧房的窗子下面 支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 先是听到一阵不可描述的声音 大约过了一刻钟 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 丫鬟夜里回来 是不是许芳芳听到了什么 张天宝 放心吧 那个傻女人可没有你这样聪明 我把她卖了她还要给我数钱呢 女人 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了 我要光明正大的与你做夫妻 张天宝 如今我才做了知府 要注意影响 再等等 我一定会八台大叫把你取进门的 女人撒娇说道 支线那个老头子就是个变态 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我要天天和你在一起 小翠听了屋里二人的对话 心中很是气愤 她真想上去把这对狗男女撕个粉碎 魏小姐出气 可她的理智告诉她只能忍耐 如果张家宝发现她必死无疑 于是就赶紧跑回卧房去了 小翠一夜未眠 她在心里骂张家宝这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 魏小姐感到不值 次日一早 小翠就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回到了许家 小翠见了许芳芳 并没有把张家宝 与支线的小妾偷奸一事说出来 而是说家里的丫鬟婆子都告假回去了 许芳芳一听就很担心丈夫没有人照顾 于是就让小翠回去照顾张家宝 这也正中小翠的下怀 这次小翠回张家 许芳芳就把家中的钥匙给了她 小翠拿了钥匙 并没有回张家 而是在街上闲逛 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家 趁着张家宝还没有回来 就悄悄地躲进了床底下 天黑之后 张家宝果然带着一个女人回到了家里 从二人的谈话中听得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那天晚上的女人 是支线的小妾 名叫杨柳 一连几日 小翠都是白天在外面 天快黑时躲进张家宝的床底下 四日早上 张天宝走了之后 他再从床底下出来 小翠发现 每天晚上一更 张家宝就会带着杨柳来到家里 男欢女爱 一直到五更二人才离开 小翠悄悄来到县衙 把张家宝和杨柳偷情的事告诉了支线 支线听了大怒 他的小妾杨柳说要回娘家看望父母 没想到居然是与别人偷情去了 小翠说道 今天二更大人带人来到张家 到时候我和小姐也会赶到 把他们二人堵在床上 看他们有什么话说 也为大人出口恶气 小翠从县衙出来 在街上闲逛了一天 傍晚的时候才回到许家 他告诉许芳芳 说张家宝病了 很严重 让他快点回去 许芳芳一听担心坏了 就收拾了衣物 和小翠一起匆匆赶了回去 赶到张家的时候已经是二更天了 小翠悄悄地打开大门 二人走进院子里 许芳芳就匆匆朝卧房走去 他要推门进去 可房门在里面反锁了 许芳芳正要叫张家宝 却突然从背后窜出一群人 那群人拿着火把 用脚踹开了房门 直接冲进了房间里 许芳芳被吓傻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翠就扶着他进了卧房 不堪入目的一幕就映入眼帘 许芳芳一下子摊坐在了地上 就昏迷过去了 支线把张家宝和杨柳带回县衙 连夜升堂审礼 张家宝仗着自己的官职 比支线大 就死不认罪 支线没法 次日就跑到巡抚大人那里喊冤 说自己的小妾被支付张家宝牵吟 小翠来到大堂上作证 说出了二人偷情的细节 巡抚大人一听是恼羞成怒 要二人如实招来 二人竟欺瞒不了 就如实说了二人从相识到相灭 在盗狗和在一起的细节 原来张家宝当上知府之后 支线就请他去家中喝酒 他见到了支线刚娶的小妾杨柳 二人一见如故 眉目传情 后来就勾搭在了一起 许芳芳回家看望父母 张家宝就让杨柳来到家中约会 杨柳就告诉支线 说要回家看望爹娘 其实每天晚上都是和张家宝一起度过的 张家宝作为朝廷命官 知法犯法 罪加一等 判处攻刑 然后无马分尸 杨柳判处攻刑而死 丫鬟小翠知道许芳芳非常相信张家宝 如果单纯告诉他张家宝与人奸淫 他可能不会相信 于是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把许芳芳骗回张家 让他看清了张家宝的真面目 许芳芳对张家宝一往情深 没想到他却背叛自己 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 许芳芳一病不起 昏迷不醒 吃药也不管用 许原外夫妇万分交集 四处寻访明医 一日 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说可以治疗许芳芳的病 许家人就赶紧把他请到屋子里 那和尚拿出一株小草说道 把这株草竹水给小姐扶下 她的病就好了 许家人半信半疑 可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就用那草熬了水给许芳芳扶下 许芳芳果然醒了过来 许芳芳病好之后 就和小翠一起到寺庙里上香 感谢那个和尚 可寺庙里的方丈说 慧能和尚不在庙里 就给他们写了一个地址 二人拿着地址一路找去 就来到了王家大宅 那个慧能和尚怎么会在王家呢 二人正在疑惑 突然大门就打开了 一个丫鬟就问他们找谁 许芳芳说找慧能和尚 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丫鬟就带着二人来到一间书房里 书房里有一个英俊的男子 并没有慧能和尚 二人见状就要走 却被男子叫住了 说他就是慧能和尚 原来这慧能和尚就是王百万家的公子 名叫王天赐 当初他去许家提亲 被拒绝之后 就发誓这辈子不再娶妻 徐芳芳和张家宝成亲之后 他就顿入空门 后来他听说张家宝背叛徐芳芳 徐芳芳因此得了重病 于是他就动了烦心 在山上寻找到一株还魂草 就拿去给徐芳芳 他想如今徐芳芳一人 需要一个男人来呵护 于是就许发还俗了 准备到许家提亲 没想到徐芳芳却找到了家里 徐芳芳被前一段感情伤得体无完肤 他已经不再相信爱情 可王天赐说自己可以等 两年之后 徐芳芳终于被王天赐的诚心所打动 二人结尾夫妻 婚后 王天赐对徐芳芳疼爱有加 徐芳芳也对他体贴入微 夫妻二人一生孕育 三子一女 摆头到老 六年间 清河县淮音镇有个叫做恒娘的少女 恒娘自幼父母双亡 跟着哥哥嫂嫂生活 恒娘的嫂子不是个善茬 对恒娘吃白饭的行径深恶痛绝 对她动辄打骂体罚 哥哥是各剧内之人 心里虽然心疼妹妹 明面上也不敢说些什么 与一般的农妇不同 恒娘提肤白皙 自容清丽 才十四岁 就已经逐渐展现出美人的潜质了 嫂子盘算着 要把她卖个好价钱 哥哥知道妻子的打算 趁着还没人上门提亲 提前给恒娘物色了一个老实芭蕉的庄稼汉张甲 等到恒娘刚一成年 哥哥就把她嫁了出去 嫂子虽然大闹了一场 终究不能改变这桩婚事 只是从此不再跟恒娘往来 恒娘出嫁后 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撒扫停除 收拾好家务之后就生火做饭 伺候公婆极其恭敬 街坊邻里无不夸赞她贤惠 只可惜好景不长 成亲三年后 清河县遇上了大汉 庄稼颗粒无收 流离失所的人不计其数 讨饭的人在大街上聚成了长龙 恒娘家里也没了下锅的米了 张甲左思右想 找到恒娘说道 现在这世道 留下来没有出路 我想出去看看 张甲此刻的行径 无异于抛弃家里独活 但是恒娘没有戳破她 只是说道 人说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自然不能拦着你 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这个家 张甲咬了咬牙 忽然跪在了恒娘面前 说道 我父母还有病在身 我不能再侍奉在床前 希望你能带我尽孝 恒娘不得已受了她一拜 也接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 男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更是家中所有的收入来源 张甲在的时候 尚且不能保证吃饱穿暖 她一走 恒娘的生活更加凄苦了 恒娘本就漂亮 乡里的浪荡子看她男人不在 又要养着年迈多病的公婆 就三番五次拿着食物 合钱挑逗她 恒娘对这些人不假颜色 自己靠着做些女工真知 或是帮人将洗衣物 挣下些辛苦钱 使公婆不至于跟着自己挨饿 可是灾情越来越严重 恒娘的女工卖不出去 连将洗衣物的活计也懒不到了 为了破解死局 恒娘请来了所有的亲友 以及街坊四邻 当着他们的面跪拜了下去 说道 我丈夫出远门前 把父母托付给了我 如今我拼尽了权力 仍然不能活命 如果你们愿意帮助我 请借一些钱给我 大恩大德恒娘 莫齿难忘 如果你们帮不了我 我只能卖身 奉养公婆了 到时候 请你们不要嘲讽我 满堂的人面面相去 谁也没有率先说话 慢慢地有人开始往外挪步 随后 所有人 三三两两地叹息着离开了 恒娘浮在地上 痛哭声在 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 像极了暴雨中 柔弱无骨的小草 过了半晌 恒娘起身擦干眼泪 向公婆说明了情况 公婆抿了抿嘴唇 顿势一眼 谁也没有说什么 从此以后 大家就经常能够看到 郭六跟几个浪荡公子在一起 那些浪荡公子出手阔绰 恒娘的生活逐渐宽裕了起来 恒娘把一半的钱交给了公婆 给他们治病吃药 另一半钱 买了一个落难的少女 把她秘密养了起来 从不让外人看到 一开始 街坊四邻看到恒娘 总会不由自主地叹息一声 慢慢地看着恒娘越过越好 又纷纷开始指责她 羞辱她 恨不得远远看见 她就吐一口唾沫 人往往就是这样 落难的时候 同情却不帮助你 富有的时候 口嗨你的钱来路不挣 没有经历过你的苦痛 却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审判你 有那碎嘴的人 还在背后议论纷纷 说恒娘之所以养个丫头 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对此恒娘从不辩解 只是做着自己的事情 就这样 恒娘凭借一己之力 在颗粒无收的年代 抚养了公共婆婆三年 并且治好了她们的病 还积攒了一些余才 三年后 从没消息的丈夫突然回了家 衣衫褴褛 满面尘土 双眼深深地凹陷进眼眶里 既狼狈又落魄 夫妻俩一见面 就抱在一起埋头痛哭 相互诉说着离别之后的事 等到寒暄完 恒娘收拾好了心情 带着张甲去见父母 当着她的面 长玉一口气说 你走的时候 把公婆托付给了我 我没有让他们挨饿受冻 如今你回来了 我就把他们重新交给你了 张甲心中百感交集 似乎有千斤重的东西 压在胸口 她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恒娘随后又把自己 饲养的女子带了出来 也一并交给张甲 我的身子已经被玷污了 不配做你的妻子 这个少女很干净 是我替你娶的心腹 以后就由她来代替我照顾你了 张甲伸出手 想抱住恒娘 恒娘却猛地退了一步 避开张甲的手 说 你风尘仆仆的 想必是饿了吧 我去替你做饭 说完就进了厨房 张甲不知道如何面对恒娘 就没有跟上去 留下来跟心腹说话 任凭恒娘去生火做饭 过了很久 厨房里仍然没有传出动静 公公婆婆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互相搀扶着去查看 却见到恒娘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右手中还拿着染血的菜刀 烟红的鲜血鼓鼓流出 刺鼻的腥味争着抢着钻进口鼻中 他们忍不住哭着大叫了起来 管差很快就来了 恒娘是自杀 没有什么值得审判的 武座验尸的时候 恒娘的尸体怒目原争 不肯闭合 县令查看了一番 当场宣布 恒娘作为儿媳 奉养公婆恭谨周到 可以进入张家的祖坟 但是作为妻子 失去了真操 必须与丈夫断绝关系 所以不能在张甲死后与其合葬 县令的话说完 张甲暗吐了一口气 眉眼间的神色竟有些轻松 一句话也没有辩驳 只是恒娘的眼睛仍然不肯闭合 公公婆婆终于忍受不住 跪在地上向县令不住地磕头 哭着说 恒娘原本是个贞洁的女子 是为了奉养我们才去卖身 儿子不能奉养父母 反而要与代替自己 赡养父母的人断绝关系 这世上哪有这种道理 即便是卖身 也不是恒娘的错 请求官府让我们自己处理家事吧 公公婆婆说完 一头磕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额头渗出 与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 分不清楚 县令哑口无言 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带着牙翼离开了 恒娘这才闭上了双眼 街坊四邻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恒娘作风弥烂 不配入祖坟 更不能与丈夫合葬 有人只是摇头叹息 不知道是不是在联系恒娘 水冠三军有话说 这个故事出自月威草堂笔记 略有改动 张甲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选择外出谋生 把自己的责任推托给自己的妻子 她的心思想必不用我说 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恒娘明知丈夫在逃避责任 仍然义无反顾地 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能够勉强过活的时候 竭尽全力赚钱补贴家用 对浪荡公子的金钱 引诱不屑一顾 她对自己的身体是很爱惜的 在她自觉无力奉养 公共婆婆的时候 完全可以像丈夫一样逃避或者干脆就饿死 从她后面的行为来看 她对明杰的看重胜过生命 但是为了公共婆婆 为了丈夫的承诺 在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了卖身 恒娘的内心想必是极端痛苦的 对自己的行为也是鄙夷的 否则她不会替丈夫重新物色妻子 当真洁和笑意冲突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择才不会招致非议呢 恒娘的死恰逢其时 恰到好处 她的死与汉武帝刘彻的宠妃 李夫人有异曲同宫之妙 李夫人是汉武帝晚年的宠妃 因为她二哥的异曲 李延年歌而一炮走红 进入宫廷 备受宠幸 李延年歌 汉李延年 北方有家人 爵士而独立 一顾清人城 再顾清人国 宁不知清城与清国 家人难再得 后来 李夫人病重的时候 汉武帝去看她 李夫人因为自己没有梳妆打扮 形容枯稿 而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不出来 无论汉武帝如何要求 李夫人都不肯相见 气得汉武帝拂袖而去 李家的人 称怒李夫人 你这么触怒皇帝 不是要为家族招致灾祸吗 为什么不见一面 给家族里其他人要一些好处呢 李夫人说 我之所以不见他 就是为了更好的托付家族啊 我是以色世人的人 色衰爱迟 皇帝如果见不到我 就会一直挂念我最美的样子 就会照顾好我的家族 如果让他见到我这富贵样子 你们全都要跟着我一起完蛋 汉书 卷九十七上 外七传第六十七上 夫人姊妹让之曰 贵人独不可一见上 数托兄弟邪 何为恨上如此 夫人曰 所以不欲见地者 乃欲以身托兄弟也 我以容貌之好 得从微见爱性余上 夫以色世人者 色衰而爱迟 爱迟则恩绝 尚所以乱乱顾念我者 乃以平生容貌也 今见我毁坏 颜色非故 必为恶土弃我 意上肯赴追思敏路其兄弟在 事实证明 李夫人是非常明智的 他死后 果然获得了汉武帝的无限思念 整个李氏家族 都因他而显跪了起来 几乎陪伴了汉武帝一辈子的魏子夫 却落得个家族尽灭 深死盗消的结局 时间可以冲淡的 不仅仅是伤痛 还有恩情 恒娘如果不死 时间一久 她面临的很可能是街坊四林的流言和飞语 丈夫的芥蒂和指责 她离开的那么决然 大概就是已经看破了这真相吧 所以说恒娘死得真是恰如其分啊 年间 赵家喻有个不安分的小伙子 名叫赵启明 家中世代都是土里刨石的庄稼汉 生活算不得富足 有时候连吃饭也是个问题 赵启明人穷至不短 受够了贫穷所带来的种种难堪 一门心思想出门挣钱 当时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 是邻村李老汉家的女儿 名叫月娥 两人自幼熟识 可谓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一转眼两人都已经成年 到了婚配的年纪 可赵启明却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 她更加害怕娶亲之后 受到家庭的束缚 更难以放开手脚做事 所以下定决心闯出一番事业 然后再风风光光地迎娶月娥 月娥非常善解人意 她主动找到赵启明 含泪问道 启明哥 你会回来娶我吗 赵启明用力点了点头 月娥拿出了自己这些年来 积攒的一些私房钱 交给了赵启明 让她做盘缠 就这样 赵启明很下心来到了县城 在胡记药铺做起了活计 由于心思活泛 手脚勤快 没几年 赵启明就从伙计做到了掌柜 而她也终于像他曾经梦想的那样 成了一个体面人 有了钱以后 赵启明返回了家乡 以超出当地财礼水平十倍的价格 聘取了月娥为妻 婚后 赵启明赚钱养家 李月娥貌美如花 夫妻之间恩爱和谐 月娥每天做梦都带着笑礼 只是 人的欲望没有能够被填满的时候 随着生活逐渐趋于平稳 赵启明又开始不满足了 她想着挣更多的钱 让月娥跟着她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正巧这个时候 胡记药铺的老板准备去外地扩店 因为赵启明经营有方 所以找她商议 胡老板出钱 赵启明负责管理 赚了钱两人对半分账 只是这一去 恐怕有个三年两载的回不来 那时候 赵启明年轻力胜 虽然她觉得赚钱都是为了养家 可实际上 家庭在她的心里 占的比重很小很小 赵启明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回去跟月娥商量这件事的时候 月娥紧紧地攥住衣角 泪水不受控制地从脸颊滑落 月娥哽咽着说道 现在我们的钱也够用了 留在家里 我们在一起不好吗 赵启明有些不耐烦 说道 大丈夫志在四方 怎么能天安一余 再说了我出去挣钱 也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 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家吗 月娥默然 赵启明见状又有些不忍心 抱着月娥纹声宽慰 你放心 这次赚到钱回来 我就不走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就这样 婚后不久 赵启明再次离开了 自丈夫走后 家中的一切事宜 都要月娥亲力亲为 稍微有些空闲 月娥站在门口 已在门框上 望着赵启明离开的方向 暗自垂泪 在她离开一个月后 一封家书寄了回来 送信的是个穷酸的秀才 身上的补丁 一个挨着一个 送信给月娥的时候 双手都紧张得不知道往哪放 月娥收到信 心里非常高兴 可是她一个农村来的丫头 压根就不识字 只好把秀才请进院子里 让她帮着念 秀才的声音很好听 把赵启明对月娥的无尽 思念倾诉地委婉动人 一时间 月娥也分不清 眼前的秀才 还是赵启明 自那以后 每隔十天半个月 秀才都会来送信 赵启明偶尔还会买来一些首饰之类的小玩意儿 托人送来 而秀才每次来 都会主动帮着月娥收拾家务事 也会挑来井水 帮月娥浇灌菜园 有时候 月娥也会主动去找秀才 让她代替自己回信给丈夫 时间久了 月娥也不知道自己是想见到秀才 还是想给丈夫写信 总之 情愫已经暗暗升起 终于在一年后的一个傍晚 秀才再次来送信 月娥把她请进家里吃饭 这一夜秀才没有走出来 自此以后 月娥心里再也没有了赵启明的位置 整天跟秀才腻歪在一起 家书全权交给了秀才 三年后 秀才忽然有些慌乱地找到了月娥 原来赵启明来了一封书信说 自己不日就将要回来 算算日子 这两天就要到了 若是往日 月娥心中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只不过此一时 比一时 来回夺了步 拿起了茶碗 又放下 说道 这样吧 这几天 你先不要过来了 她肯定要不了多久还要走 秀才点了点头说道 那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秀才离开以后 月娥把家里收拾了一下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等着赵启明回家 第二天傍晚 赵启明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见到月娥之后 非常激动 还没来得及叙化 就急于求欢 恩爱过后 月娥突然问了一句 启明哥 这次回来 你什么时候还要走 赵启明愣了一下 说道 我才刚回来 你就盼着我走啊 月娥自知失言 赶紧撒娇 我不是怕你还要离开我吗 赵启明心里也有些愧疚 紧紧地抱着月娥说道 不走了 我这次赚够了钱 足够我自己在这里开几间铺子了 我不是在信里跟你说了吗 月娥一时语色 支支吾吾地岔开了话题 赵启明心中有些疑惑 觉得月娥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一样 于是询问她自己给她的家书放在了哪里 那家书全都放在了秀才那里 月娥哪里解释得清楚 推说天色已晚 要先起来做饭 月娥进了厨房之后 赵启明起身查看 见到处都找不到自己写的书信 连托人带回来的首饰也毫无踪迹 心里变得很不舒服 她随手拿过衣服 准备去厨房看看 一块碎银子掉落 滚到了床下 赵启明趴下身子去找银子的时候 竟然看到床底有一双男人的鞋子 月娥也是百密一书 把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个干净 天天忘了 秀才还有一双鞋子留在床底深处 赵启明的心沉了下来 妻子的怪异言行也解释得通了 一股血气涌上了头顶 她拿着鞋子找到月娥 一字一顿地问道 告诉我 她是谁 月娥健壮 一下子明白了过来 脸色变得耍白 赵启明继续逼问 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 就是想给你过上好日子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月娥被逼问得急了 也是豁出去了 我不想要你的钱 我只想要你好好陪陪我 可是你的眼里只要赚钱 你根本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我是为了你啊 赵启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不是 月娥有些歇斯底里 你是为了你自己 我跟了你这么久 在一起的时间 两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 我也是个普通人 我也想要人陪着我 寂寞的时候陪我说说话 下雨的时候替我撑拔伞 赵启明忽然感觉心空了一块 她伸手松了松衣领 好让自己呼吸顺畅一些 月娥瘫坐在地上 一个进而地哭 那声音像针一样 扎在她的心上 像锯齿一样割裂她的大脑 这一刻 她实现了曾经的梦想 摘下了穷人的外衣 可代价是她不愿付出 甚至无法承受的 泪水无声地滑落 落在地上 砸在心间 最终 她把家产一分为二 把其中的一份交给了月娥 同时交给她的 还有一封修书 在那个时候 女子的名节是很重要的 被丈夫修了的女人会遭受别人的鄙夷 更何况月娥是因为偷情而被修 更加不可能抬得起头 连娘家人也嫌弃她丢人现眼 没多久 月娥就受不了屈辱 投水自尽了 至于秀才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一段时间见 等她再出现的时候 走路一瘸一拐的 手也写不了字 只能靠乞讨为生了 月娥死后 赵启明散尽家财 终生没有再去 后来更是顿入了空门 做了和尚 城里 有个玄弧济世的李神医 李神医祖上几辈都是医中的圣手 方圆百八十里 名声打得极其响亮 李神医不仅医术高超 医德更是让人敬佩 寻常的大夫看病 都是先拿银钱 再谈治病 可李神医却始终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来人都先看病 千方百计地为病人解除痛苦 然后才谈酬劳 若是遇上无力支付枕金的穷苦人家 免费送上汤药 也是常有的事 因着这个缘由 李神医在十里八村的风平极好 远隔数百里的病人 都来找他看病 这天 李神医出了外诊 一直到晌午时分 才返回药铺 远远地就看见 一男一女在自家药铺门前 那男人面黄肌瘦 衣衫蓝绿 半躺在地上 嘴里不住地发出哀忧 哀忧 的轻吟 那女子四十岁上下 轻瘦的面旁掩不住疲惫 衣服也是补丁贴着补丁 勉强可以遮蔽身体罢了 那女子见着李神医回来 赶忙迎了上去 口中说道 您就是李神医吧 我在这里等了您好久了 我丈夫 他得了病 看了很多大夫都治不好 我听说您的医术通神 最是可怜我们穷苦人家 求求您大发慈悲 救救我丈夫吧 李神医还不明白情况 赶忙说道 大嫂 您别着急 这地上粮 先把您丈夫送进后堂 有什么话 咱们家里说 李神医说着 就去扶那男子 女子见状也急忙去扶 两人合力把他抬进了后堂 期间这男子滋滋哇哇 说不话来 好似一个哑巴 把男子放定 李神医开始给男子把脉 约摸过了半刻钟 李神医眉头皱了起来 这脉相四平八稳 根本不像是个病重的人 可看这面相 脸色蜡黄 形容枯搞 眼瞅着已经病入膏肓了 沉溺了一会儿 李神医还是拿不准 于是开口问道 大嫂 尊夫这病有什么症状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得的 劳烦你跟我仔细说一下 那女子回忆了一会儿 整理了一下思绪 然后开口说道 我丈夫这病得了有一年多了 最初的病因是因为一只大蜘蛛 随着女子的讲述 整个病情开始浮出水面 原来 这对夫妻原本是经营打铁铺的 丈夫是个打铁匠 看她如今轻瘦的样子 还真看不出来 那天的中午 天气酷热难耐 男子接了一个大活 忙活了一个上午 都不曾歇息 到了中午的时候 口中焦躁难耐 腹中咕噜噜地响起了雷鸣般的响声 回到后院 雾字咬了一大碗凉水 仰起脖子 一口气喝了下去 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 房梁上掉下来一只大蜘蛛 正巧落进碗里 男子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蜘蛛随着水流 一起进了男子的肚子 等到喝完了以后 男子总感觉心里有些不舒服 干呕了几次也没有吐出来 过了几天 男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 村里的老人说蜘蛛是毒物 吃了它的人会害一场大病 等闲的医生根本治不好 自从听了这话 男子感觉腹中的异样更加清晰了 总感觉有很多蜘蛛在自己身体里爬 有时候在自己的胳膊上 有时候爬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越来越疼 越来越痒 渐渐地 男子开始变得消瘦 更可怕的时候 他有时候还会在自己身上 找到几只小蜘蛛 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 那个大蜘蛛不仅没有死 还在自己身体里产了卵 自此以后男子饮食难下 坐卧不安 身体也逐渐垮了下来 为了给他治病 妻子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可是汤药吃了不知道多少负 身体不仅没变好 病情反而愈加沉重了 到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神医 我们打听了好多地方 都说您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实话跟您说 我 我这一年来为了给外子看病 已经耗空了积蓄 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 偿还枕金 求求您救救他吧 女子说着 眼泪速速直落 起身跪倒在地上 砰砰砰地磕起了头 大嫂使不得 使不得 快快请起 只要我能治 一定会经历 治好尊夫的 李神医赶忙劝道 女子闻颜眉间地愁云散了一些 口中不住地道着谢 李神医见状 接着故意放大了嗓门说道 这个病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就是因为那只大蜘蛛引起的 我现在去调治一副药 保管尊夫喝了药到病除 李神医说完就出了门 写了一副药方 喊着店里的活计赵方抓药 然后煎成汤药 自己则出门 找了一个瓦罐捣固了一阵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等到汤药熬好的时候 李时珍也端着瓦罐回来了 那瓦罐里有一些松软的土 摆放在男子身旁 而汤药也交付给女子喂服 一晚要下肚 男子忽然感觉腹中翻江倒海 翻身就要吐 李神医就把瓦罐给他吐 一阵狂悦 简直要把五脏六腑 都给吐了出来 这才止住 吐完以后 男子感觉神清气爽 面色也红润了一些 李神医拉过瓦罐 拿来一根树枝在瓦罐里扒了 忽然惊喜地说道 吐出来了 吐出来了 这下子病可好了 说着就把扒了出来的东西 给男子看 赫然是一只大蜘蛛 男子激动之下 竟开口说了话 出来了 真的出来了 妻子见丈夫能说话了 也是喜极而泣 两人相拥痛哭 过了两久 才收拾好心情 止住哭意 男子连忙拉着妻子磕头 李神医 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您的大恩大德 我这辈子也不敢忘 以后但有驱使 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李神医拉起两人 打趣道 治好你可不都是我的功劳 还要多亏了你有个好妻子啊 以后回去要好好过日子 吃饭喝水的时候可要仔细了 一定的 一定的 夫妻俩激动不已 李神医接着又从怀中掏出一些银两送给两人做盘缠 两人更是感激涕零 不停地念着李神医好 然后才相互依偎着离开了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店里尖要的活迹 有些不解地问李神医 李大夫 那蜘蛛进了肚子 用不了一时三刻 就化成了水 怎么可能还会吐得出来 李神医闻言笑了 一年前蜘蛛当然吐不出来 瓦罐里是我刚放进去的 啊 那您这不是骗人吗 活迹张大了嘴巴 什么骗人不骗人 李神医敲了一下活迹的脑袋 接着说道 下等的大夫治病 上等的医生治新 什么时候你懂了 我就收你做徒弟了 说完就哈哈大笑着离开了 下等的大夫治病 上等的大夫治新 活迹口中喃喃自语 似乎有所明误 山脚下 有个叫做王家庄的小山村 这里的村民 基本上都在山上稍微平整的地方 开垦几亩泊田 靠着一年耕作地收成过日子 王武是王家庄里一个普通的村民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王武自小穿的是百家衣 吃的是百家饭 在亲戚朋友的阶级下 勉强成了人 只是家中赤贫 说是寒门都有些抬举了 所以虽然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但是没人一个也不上门 二十五六了 还拉着寡汉 这天 王武应邀去朋友家吃饭 来的人有些多 几人都很饮酒 一个个都喝得五迷三道的 直到后半夜 王武才摇摇晃晃地回了家 山间的小路曲曲折折 都是靠人硬生生走出来的 有些地方长时间没人走 都长起了薅草 王武跌跌撞撞 忽然脚下绊到一个东西 一个猎切栽了下去 王武起身骂骂咧咧地去找罪魁祸首 却见是一幅画 那画展开以后 上面画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 高鼻梁 鹅蛋脸 纯红尺白桃花眼 眸子中秋波流转 简直像是要活过来一样 王武活了二十五六年 连粗手大脚的村妇 也只能远远地看着 什么时候见过这等神仙人物 忍不住开口戏言 媳妇 走 跟维夫回家吧 说着就把画卷收入怀中 哼着小曲儿就回了家 到家以后 王武把画卷铺开放到自己床上 美滋滋地去倒水喝 刚喝下一杯水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响起 夫君 夜已经深了 怎么还不就寝 这声音听起来美若天籁 可是落到王武耳中 却如惊雷乍起 这屋里就自己一个人 怎么会有女子的声音 王武头皮发麻 汗毛倒树 酒也醒了一半 他艰难地吞咽了口水 僵硬地转过头 只见那画中的少女 正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呢 你 你 你 王武说话都结巴了 哎 夫君 春宵一刻值千金 既然要把我娶回家 怎么让我独守空房呢 少女说着 就把手指堵上了王武的嘴 王武心中一当 这么美的媳妇 管她是人是鬼 这样想着手 已经动作了起来 两人当夜就成了好事 自从有了媳妇 王武是干活也有劲了 生活也有笨头了 每天回家 都有热乎乎的饭菜 和暖乎乎的炕头 生活别提有多滋润了 过了两个月 少女忽然叫来 王武说道 我们俩成亲 也快三个月了 你也是时候 该陪我回趟娘家了 王武有些纳闷地说 你 你也有娘家 少女翻了她一眼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怎么就没有娘家 你别废话了 去邻居家借头驴子 我们现在就走 画里的人 也有娘家 王武挠了挠头 一边去借驴子 一边不停地念叨着 一切收拾停荡 王武也借来了驴子 少女往驴子上一坐 王武牵着驴 两人就上了路 自上午出发 连续翻过了两个山头 直到了上午时分 才远远看见一个大的村落 少女指着那村落说道 不远了 前面那个村落就是我家 等走得近了 才看见村里一个大户人家 在办喜宴 四处张灯结彩 人群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 两人一驴静止走到这里 少女自言自语 我都不知道 今天家里办喜宴 随后敲门就进去了 人群看着他们进来 眼中都有些异样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人群都让出一条路来 不一会儿 家里出来一个仆丛 看到少女回来 高声喊了一句 五姑娘回来了 随后屋里陆陆续续走出来 几个中年妇女 流着泪把少女迎了进去 而王武却被晾到了一旁 王武有些尴尬 想凑到人群中去搭个话 可无论他走到哪里 人群就自动散开 还时不时地对他指指点点 好不容易挨到了酒席开始的时候 王武勉强站到了一桌 还是没人跟他搭话 一场酒席直吃到傍晚时分 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王武终于耐不住了 起身走到了妻子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 天不早了 今晚上我们是住下 还是回去 要早做打算了 少女显然喝了不少酒 醉眼朦胧地打着酒阁 还没来得及说话 旁边的沈娘忽然笑道 五姑娘 你都死了三个多月了 如今不仅回来了 怎么还找了个婆家 沈娘话音刚落 少女忽然一声尖叫 瞬间化作一滩墨水 刚刚吃进去的东西 也都哗哗啦啦散落一地 人群有些惊恐 三三两两地散了 没人顾得上王武 王武叹了一口气 牵着驴子回家去了 刚走了一半的路程 天已经黑透了 王武骑着驴 不住地埋怨 这个长蛇腹 多什么嘴 害得我好好的媳妇 都没了 就在这时 少女的声音 忽然又响起了 夫君 我在这里 你不要害怕 王武文言 赶忙四处张望 少女又说道 你是看不到我的 我本是张元外家 第五个女儿 三个月前因病去世了 因为与你还有前世的 姻缘纠葛 今生注定要偿还 所以脱身于画卷 嫁给你做妻子 只可恨今天 多喝了几杯酒 被沈娘到破了我的真身 坏了我的竖法 以至于功亏一篑 但是我们因缘未尽 我不能不管你的婚姻大事 你现在给我扎个纸人 我附身其上 今晚上我就给你找个真媳妇 王武也不害怕 按着五姑娘的吩咐 扎了一个纸人 然后说了几句咒语 咬破舌尖 喷到纸人上 那纸人立刻活了过来 便做了五姑娘的模样 王武左右瞧了瞧 跟真人一点 区别也没有 不由地嘖嘖称奇 五姑娘打断她 翻身上了驴子 指引着王武一路向北 走到了一户农家 王武前去敲门 开门的是个老狱 王武拱手说道 我跟我妻子 一起回娘家 没想到耽搁的时间久了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 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 借宿一晚 那老玉也是心善 就把他们请了进来 老玉丈夫早逝 家中只有一个未出格的女儿 翠兰 由于没有多余的房屋 就让五姑娘跟翠兰住 王武则住在了柴房 翠兰正在做女工 两个女子说说笑笑 很快就熟识了 过了一会儿 烛光有些昏暗 翠兰用针去拨竹心 一颗火星蹦了出来 正巧落在了五姑娘身上 五姑娘本就是纸糊的身子 遇着火星 请客间就烧了起来 翠兰吓得大声尖叫 想上前去扑火 五姑娘已经烧成了一团灰 老玉和王武闻声赶来 翠兰吱吱吱的 只说五姑娘是团纸 被火一烧就没了 王武心里清楚怎么回事 故意不依不饶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会变成了纸 我媳妇在你家没了 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 要不然就公堂上见 王武说着就拽住了老玉 老玉也是又惊又怕 到了公堂之上 说好端端的人 变成纸烧没了 别说别人 就是自己也不信 没奈何 他眼咕噜转了转 说道 你别急 你媳妇没了 我陪你一个就是了 你看我们来翠兰 虽不如你家媳妇秀气 可也是个好姑娘 要不我把她嫁给 你怎么样 王武文言大喜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第二天一早 就带着新媳妇回家去了 听说后来 还生了两个大胖小子里 鼻子 Coconut